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 哥 你回来了 小驴回来了 小驴回来了 小驴也来了 哥 外面冷 进去说吧 嗯好 走 小驴啊 你们今天怎么时间回来了 哥 我这次回来呢 是有事情要跟你商量的 什么事啊 哥 我们两个准备结婚了 结婚 这么快啊 那你们选好日子了吗 我们两个选好日子了 就在下个月的8号 行 你们准备好了就行 谢谢你啊 哥 好啦傻孩子 今天中午你做饭 我还有事跟家乐说 嗯 好 小驴啊 哥 哎 这时间啊 过得可真快 不知不觉 我妹妹叫一下人了 你也知道 我父母啊很早就走了 这么多年 我们兄妹俩相遇为命 小丽啊 也是我一手带辣的 我从来没有让她吃过苦 这丫头啊 脾气有点倦 包括啊 还要传些小杏子 都是我也惯的 家乐啊 我知道 你是真心喜欢小丽 我把她交给你啊 我放心 以后呢 你要多多包容她 别跟她心心计较 还有啊 小丽怕黑 晚上啊 一个人不敢在家 结婚以后啊 你竟然早点回家 等她一个人等太久了 哥 你就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小丽的 哎 我相信你 对了 小丽她不喜欢吃肥肉 吃饭的时候 你先把肥肉去掉 再给她吃 哥 好了 小丽头 这多辣了 还这么爱哭 家乐啊 我把宝贝妹妹交给你了 你以后 你要好好对她 哥 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爸 媳妇 你们就别送了 老公啊 你能不能等我生完孩子 你再走啊 生完孩子 我们家穷的哪有钱啊 再说了 你看咱们家这破房子 下雨天的时候 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雨 你说 我不出去挣钱 能行吗 儿子啊 你看 这儿媳妇的肚子 越来越大了 你等她生完孩子 再走吧 妈 你可别说了 那我 我生孩子的时候 你能回来吗 不知道啊 到时候再说吧 还不知道 外面什么情况呢 我先走了 你们进去吧 你路上注意安全 儿子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记得给家里打电话 宝宝 宝宝啊 你说你爸都走了这么长时间了 也不回来看看我们 好吧 等你爸呀 干了一份大事耶 回来呀 给我们住大房子 啊 哎 媳妇啊 把孩子给妈吧 你都抱一天了 没事的妈 这孩子睡着了 我抱着就行了 不用了 我抱 好吧 你歇会 妈 你看这孩子啊 出生这么久了 这小心也不回来看看我们 连一封信都没写 哎呀 是啊 你看这孩子长得多可爱啊 这都当爸的人呢 也不知道回来看一下孩子 妈 不说了 我去给你做饭 饭你也别做了 你看这孩子 妈去做 好 哎 哎 这个天 又要下雨了 小剑走的时候 也是这个天 哦 别哭了 别哭了 宝宝乖 乖 妈 妈 怎么了 儿媳妇 你快来看看 这孩子 他怎么老舒服啊 来我看看 是不是饿了 我不知道啊 妈 我刚刚喂了 我不知道他吃饱没有 这个怎么办啊 妈 妈 我现在母肉也不够 家里的来粉也没有了 这亲戚朋友都接变了 好 儿媳妇啊 你放心 妈来想爸爸 你在这儿学会吧 这小金什么时候回来呀 这可怎么办啊 这可怎么办啊 要不 我去捡拉就算了 哎 我儿子都走了这么久了 什么时候才回来呀 这家里又没钱 孩子又要喝奶粉 不行 我这怎么都不能饿着我孙子 我这捡垃圾 也不能让我儿媳妇知道 哎 你说我这身体 一天不如一天了 真是苦了我儿媳妇 不哭了不哭了 宝宝乖 宝宝乖 妈 等奶奶回来 不哭了不哭了 好媳妇啊 妈 这些钱你拿着发 妈 你从哪来的这么多的钱啊 你就别操心了 快拿着吧 赶紧拿着这些钱 给孩子买点营养品 给孩子买点营养品 孩子现在正需要发钱的时候 不是 妈 你这不告诉我 我担心啊 你看看 这小金也没回来 你要是在外面出点什么事 你让我怎么办 你让孩子怎么办啊 我媳妇啊 是这样的 这不妈年纪大了嘛 村里给妈发的养老金 那妈 你也别钱给我了 你也留点 你拿着吧 妈现在也不用 那行吧妈 我去喂孩子啊 这都五年了 我儿子还不回来 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我儿媳妇啊 一个人当孩子真不容易 我这当婆婆的 看着心疼啊 儿媳妇啊 儿媳妇 儿媳妇 妈 怎么了 我有件事和你商量 什么事啊 儿媳妇啊 你看小金她都走了这么久了 也不知道在外面怎么样了 你一个人在家大孩子 也挺辛苦的 要不你还是改嫁吧 妈 你说什么呢 我是不会改嫁的 现在孩子这么大了 你年纪也这么大了 我怎么可能放着你们不管呢 妈心疼你啊 你一个人带孩子 太辛苦了 妈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妈明白 妈你别说了 你再怎么说我也不会走的 这又中午了 我去做中午饭了 我这儿媳妇是真好啊 我儿子能娶到这样的媳妇 真是上辈子修来的活份 五年了 出于这么多年 也没回来过 不知道他们娘三 过得怎么样 在家里啊 一点变化都没有 回去看看吧 妈 小金 妈 妈 妈你别打 行吧 你别拦着 把妈打吧 你还有脸肥来啊 妈 我知道 我出去这么多年 一点音讯也没有 是我不对 可是 我当初也被骗了 我到那以后才知道 那是个黑场 我在外面 有时没了没了想念你们 可是我没办法 现如今 那个厂子倒闭了 我才跑出来了 小金啊 多亏了 有这么好的儿媳妇 媳妇 妈 这么多年了 害你们受苦了 对不起你们 妈 回来就好了嘛 妈 既然你知道错了 你就起来吧 以后 对小李好一点 妈 我知道了 我以后 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的 好儿子 走 我们回家